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跟着乱跳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比方说吧 就是某某企业辱华 对吧 某某企业啊 这个西方一宣布了什么东西某某企业跟进 然后最后这个企业被我们禁了 或者被我们教训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回事 对吧 那为什么这些企业要干如此脑残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些企业呢 在华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利益的啊 你看很多的这种什么阿迪奈克尔店啊 在中国开的到处都是 那你说这种企业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感觉它是就跟脑子抽根筋似的 为什么要去干这样的事情 很多人想不明白 那么我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说说这里面的原因啊 就是它为什么有些这些企业会做这种表态 会做你看起来很典型的这种比较脑残的事情啊 首先呢 有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西方对中国一向是非常不友好的 是以抹黑为主的啊 但是它再以抹黑为主呢 那它不能自己唱独角戏啊 我打个比方吧 比方说啊 是吧 这个西方说中国 大家知道 说中国什么东西最正是正确的 对吧 你不能拿别的事来说 因为你拿别的事来说 那变成你没理了 它一定要装扮成一个 我有一个道德制高点 就跟曹操携天自己领猪猴似的 对吧 我得有一个皇帝在说 有一个道德制高点 那这个制高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自由民权 然后什么人权 赵哥大哥一大堆东西 说哎 那你没有人权 那一旦是你这个地方没有人权啊 你这个地方有这些问题 有那些问题 这西方的这些政府可以不要脸 可以这么说 但是下面的这些企业呢 它就必须得跟着起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东西如果放在咱们中国的语境里的话 这个东西叫做战队 我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某某某企业 对吧 它涉嫌辱华了 那么跟它这个企业有关系的 所有的企业都会跟它断供 对吧 即使这个断供 或者说是断了跟他们本身的联系 使这些公司损失了很多钱 那么这些公司也会跟它去撇清关系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跟它撇清关系的话 那么你这些公司就会被攻击 那你这些公司呢 就会名声扫地 你这些公司以后就会没市场 就会变成万人唾骂 同样是一个道理的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那西方这种国家 西方这种体制 西方这种政治家 你不鸟他不就得了 但是你错了 西方有西方的政治正确 西方也有一套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道德标准 他们管这个东西叫政治正确 就是所谓的什么人权啊 这些东西 西方的老百姓是很蠢的 他们是不知道这些什么东西 他只认政治家给他灌输的那些 什么人权啊 什么这个那个 大家知道在美国啊 现在歧视的这个事 前一段有一个女议员 这人还是女议员他儿子 就因为他在街上歧视 压抑被拍下来了 被上传到社交网络 所有跟他连 就是跟他这个合作的经济公司 医院公司 通通跟他断约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通通就跟他就是解约 然后这个人就社会性死亡了 在西方也是一样 西方说这个人权的事 虽然说这个事是假的 但是这些公司一定要站出来表态的 或者说一旦是这个事 你被裹挟进去了 他只能去承认这种很无聊的政治正确 你明白吧 你说这些公司 他不是脑残 他是没得可选 你两边你必须选一边 对吧 你选哪边吧 对吧 那咱们一个是在咱们中国开场 大量的利益在咱们中国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总部在美国 你实际上是个美国企业 可是你说这些 这些公司他会怎么选呢 你问他老板的心理 你问他董事会的心理 他当然愿意赚钱了 他当然不想干这些事了 但是没用啊 但是没用 你一旦被这种东西裹挟进来 你就白口摸辫 而且这种东西啊 我跟大家讲啊 就是说啊 这些企业在国家的这种 对抗的面前啊 其实也是很随波逐流的 他们也必须要站队 所以说不需要相信 西方所谓的那一套啊 什么自由经商啊 自由遮难啊 其实都是胡扯啊 自由经商 那西方一到行政令 不也就把华为禁了吗 对吧 那西方一到命令 不也就把谁给扣了吗 对吧 那西方干这种事干的很多啊 在自由经商 其实上面也是有政府管着的 在自由经商上面 其实也是有这些啊 利益团体控制的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啊 这些大公司啊 他经常做出一些 很脑残的表态 而且这种表态很明显啊 就在砸他们自己的牌子 或者在损失他们自己的利益啊 但是他们又不敢不表态 所以说啊 到最后也就形成了 这么一个看法 我相信这个道理啊 很简单 大家都懂 所以说啊 西方搞的这些所谓的人权啊 什么去抹黑中国啊 什么烂七八糟这些东西啊 真的很恶心 在我看来啊 拿不到一分钱好处 而且劳民伤财 你这个不但是伤害到 大量的这个消费者 你还伤害到 大量的生产线的工人 这些开厂的人啊 开这些第三级分工厂的人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公司的收益 包括你自己的税收 这是我的看法啊 所以说啊什么事都不要过度的去谈什么人权啊 这些东西啊 这种东西啊 真的是悟国悟民 已经21世纪了啊 没有国家愿意那么干啊 我就拜托西方这些人啊 长长脑子 睁开眼睛啊 搞这些东西很无聊 但是你搞了这些公司站队了 那我们就被迫的不得不去禁他们 对吧 那剩下的公司呢 剩下的艺人也不得不去表态 其实在我看来 这些东西就是由西方引起的一个一连串的化学反应的一个很恶劣 很低俗 很low啊 而且伤害两方的事情 好吧 那这期呢 就是我对这个事的看法 现在你大概明白了吧 西方为什么每次对中国的这种人权啊 这些东西一表态 这些公司也要跟着表态 或者他也要被迫去做一些东西 因为西方也有西方的政治正确 他不在东方社会性死亡 那么他只能选择在西方社会性死亡 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些公司 但是你做出了表态 你做出了这种东西 那么你在当地被制裁 被反对 那也是你活该 好吧 那行 这期就到这 大家拜拜